有儀式車輛的燈光 緩慢向港區 然後有掉落港區的狀況 深夜一輛轎車 從澎湖碼頭邊 緩慢的往前開 亮著車頭燈 直接掉進海裡 隔天一早 警消接貨調科報案 趕緊把海中載輔載車的轎車 調起來查看 只見車內物品一片散亂 卻沒發現轎車駕駛 警消人員大動作跳入海中 在潛到海底下搜久半天 就是找不到轎車駕駛 許願追查車牌 才發現根本是無容異常 落海車輛內無人員 車主自行返家 後續我們會請車主及吊車 過來協助做處理 原來是車主到碼頭釣魚 一時疏忽將排檔放置空檔 卻又未拉手煞車 導致車輛滑動 整輛墜入港區內 深夜又找不到 拖吊車可救援 就直接回家呼呼大睡 好險最後找到駕駛 才結束這場烏龍鬧劇 記者顏玉龍李玉涵 澎湖報導 明天 記者 新聞